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今天也是老马居家静止的第六天 中午做了一遍核酸,做了第五遍核酸 也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大家也都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两个话题 其实就是一个 最近呼声也是比较高的 一个是取消共产面积 还有取消期房预售 我先说说公产面积 大家也来,咱们也参与一起 就是讨论讨论公产面积这个问题 就是呼声取消公产面积 但是我老马是想 这个是好事 因为你看有的好高层 都能达到20%多30% 就是像青老之前出货46%的 一个公产面积 咱们花了,比如说咱们花了 买一套房子100平 可能到咱们手里边就是60多平70多平 这样就是花了很多冤枉钱 但是这个是专取消了是不是一个好事 真的大家觉得房子价格真的是能降下来 大家能得到实惠 会不会出现开发商把这一部分公产面积的钱 加到未来取消公产实际面积的价格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物业 物业会不会服务不如原来了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再一个就是七房预售 我赶紧取消七房预售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议 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的烂尾 跟这个七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像现在还好了很多 就是把一些小房企都淘汰了 像之前的有一些小房企 我第一步起来我先从别人先借一部分资金 我就这边我拿完地 我先把楼盘开了 然后我再把卖七房这一部分钱 我再过来再周转我再去干 就是这种的烂尾的风险太大了 就是说公摊呢 可能是咱们可能是少住了一些面积 多花了一点钱 但是说七房烂尾 可能咱们就是真正做的 房子都捞不到 是不是 这个我感觉就是风险会更大 就这两个呢 就是跟咱们自己的企业生 就是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是 我也建议就是真能要把这两个公摊 还有七房 这两个取消了 我感觉非常非常好 现在我就是在网上 也从各方面了解 也七房这个真要 很可能要会实行 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觉得像公摊面积啊 这个比公摊面积更坑的应该就是七房 就是咱们这个像现在的预售七房 应该是比公摊面积还要坑 所以呢就是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能买现房咱不买七房 就是避免入坑 也是谨慎就是不买七房 行 今天老马呢 简单的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公摊面积 和这个七房是怎么想的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咱们讨论讨论 好 这期视频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